我是鄭國平 我在香港從事保險 有58年 1997年7月1日的時候 解放軍駐港部隊 當時他們車的保險 是由我們公司成保的 我當時就讀的學校叫鄉島中學 出名的愛國學校 所以我就能夠在當時 已經接觸到中國的歷史 也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是通過很多艱難輔助才能取得 這樣就教導我們 希望能夠為國家服務 到畢業的時候 學校就說可以介紹我們去中資保險公司 所以我得到這個機會 就立即去應徵 就考入了這個民安 公司給了很多機會給我 所以我一做做下來 結果就是58年 都沒有離開 都是這間公司 駐港解放軍主力部隊已經進駐香港 1997年的時候 在這個千堂萬歲工作裡面 大家都會忽略一件事 就是說解放軍入城 香港有條法例的 大家經常聽的就是第三保 在香港的公路上 所有機動的車輛都一定要有一張 是對第三者責任的保險保單 解放軍進來 他有沒有這張保單呢 他的車能不能走進來呢 他第一個就是想到我們公司 他決定要買就來找我們 我們一聽到這個光榮任務 但是都挺巧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只是由深圳開進來 到軍營和中環接收 接收完之後就不需要 這個保險 為什麼不需要呢 變成政府的部分是他們自己保險的 變成我要保一個這麼短的距離 我們社會有保護 應該是誰呢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呢 還是是解放軍呢 還是是鄉口特區呢 很多這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我們作為中資的保險公司 接到這個任務 是光榮的任務 哪裡會跟你想那麼多東西 總之就要解決 立即就派了一位營業的經理 親自去到軍營裡面 當時軍營已經有解放軍代表 他在那邊親自跟他談 我們一定要給到保單 保單給你們的放心 九七年的時候 知不知道你們大家可否體會到心情 就是一件你渴望了很久的東西 到你真是得到的時候 反而你覺得腦子 不會像年輕一樣 心潮澎湃 有一種很平靜的感覺 那時候是夜晚 是這樣看的 有幾個畫面 就是拍解放軍駐港部隊 拖進來香港 有個感覺 我真的替國家做到的事 所以就因為這樣 更加堅定的信念在這裡做 回歸之後 現在25年 我想最簡單的 就是用這些數字來說明 在1997年的時候 全香港總的保費 是520億 是2021年底 總的保費 去到六千零 六千零九十多 而大家也知道 內地的市場 跟我們真的不得比 這麼大 那個增長是大到不得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體顧中央的支持 你可以想像 這個是沒有國家 我們都不成事 當然我們真的微不足道 一個香港的公司 但是都是說 在國家需要的時候 出國分力 為這香港同心一起創意